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五节有我许珊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有关于这帮黑暴友的案件 即是今时今日还没审完 看到有一宗就是关于他们在2019年11月11日的时候 又说要搞什么黎明行动 叫黎明的话就是要神禁祖天蒙光 就是要走去全港各区玩倒露 等大家翻不了工 这些冷气军司网上叫你这样做 你又去做 好笑点在哪里 这帮人尤其是好像今次的案件 这三个都是女的大学生 叫你们平时读书 没有那么神心 网上叫你出来做暴徒 搞事破坏 你阿神这么早起床 夜晚又不愿意睡 又不知道去哪里玩 叫你出来做黑暴 11日的时候黎明行动 就搞得不太好 始终这帮人都是污合之众 不过也有搞到中大 就开始相当麻烦 如是者之后再第二天 即是11月12日的时候 又说要搞破晓行动 又是呼吁人要进一步破坏和倒露 这些明明是暴徒的行为 是破坏社会 但是就告诉你 迫不得已 最终的目的是要去争取民主自由 还要骂你回头你懂什么 这次牵涉到这一单里 这三个恒大女学生 被指在大老山隧道对出的位置 参与这个暴动 在开审前 其中有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 承认了控罪 案情大概是怎样的呢 有三至四十个黑衣人 就在城大的方向涌出来 真是很似那些蟑螂 不要怪别人说你们这帮人是蟑螂 每个都黑咪懵 就在城大的涌出来的时候 你看看片段 他们真的很似那些坑渠 有时那些人可能用火攻他们 那些蟑螂就会在坑渠洞里走出来 真是很似的 那他们涌出来就不是被烂 或者逃亡 逃亡一会再说 走去说要堵塞大老山隧道 收费广场的行车线 再用木笨打破收费亭 还要BBQ 刚才看到的那些女生 就是跟着逃跑 当然警方会来追捕你们的 就去到恒大的利国卫学术楼D座附近 被警员制服 同案里另外两个女学生就不认罪 就需要接受审讯 那他们可能又说自己是不知为什么 走下去 又怎样 可能说自己是学校里的人 看热闹也好 遲些他们再去解释自己 为什么不认罪 说多一些内情是怎样的 他们不断打破收费庭的玻璃 当然要闭路电视系统 因为不要被人拍到他们的照片 还有收费的显示屏 然后再打到差不多 就向这些收费庭噴一些液体 然后就BBQ 然后再有人走进收费庭外面的行车线 厉害了 用他们的血浴之躯 来挡住行车线 再把交通用的雪糕桶和其他杂物 又不知被拖出来 就塞住行车线 搞到大佬山隧道真的疼务 那些职员就不会跟他们拼命了 然后由收费庭那里 马上走 走到行政大楼那里躲避 我想幸好警方来得快 否则他们连大楼都去火攻 要攻陷他们为止 那个情况相当混乱 你们打开口牌 说要黎明行动 破晓行动 你觉得警方不会有部署 接报很快就去到现场 也看到这次第三被告 盧正廷认了罪 说回他的情况 为何他会认罪 他被警方目睹 他和一群黑衣人一起走 于是者就去追截他 他跑得慢 他跟其他人说救我啊 这群人立刻 如何救他 唯有用软弓扔石 不过似乎这群人 未吃饱早餐 手软脚软 扔不了阿sir 当盧正廷沿着行线里 落斜 去到恒大的利国伟学术 留D座的时候 警员将他制服 他隧到贴 还不断挣扎 以及踢阿sir 现在我们的画面看到 是另一个不认罪的 暴徒三剑俠 画面看到这个叫做杜美尔 虽然他遮住口罩 但你看到他整个人的造型 这一刻想象不到他 那么疯狂走出来做大事破坏黑暴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正所谓好微好貌生沙塞 就是这样的 有时你真的很难以想象 就像网友所说 人不可以茅上 就是这样的道理 说回今次认罪盧正廷 搞笑 为什么他们像银沙 他大喊救我呀救我呀 有20个黑衣魔 想着走回头 想着去尝试抢返 救回盧正廷 谁知道不成功 何解 有20多人都不行 因为警方有更多的警员 嘟一声就来到增援 嘟 他们见到洗色不对 做不出声 就像那些蟑螂那样 四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又是向一些 你怀疑有蟑螂的洞 那你噴那些杀虫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是有一支棍子很幼的 你就放进洞里 就会噴得很入 否则就散到周围 你就可以放进洞里很远 那些坑渠洞里才会噴 他们真的会从洞里走出来 就像这些 四散的黑衣魔 穿着黑衣服 又带着黑口罩 怎么知道 没有搞错 应该齐上齐落才是 谁知道整个人 又跑到恒大那些方面 咀嚼一声 就真的像那些蟑螂那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去打蟑螂 或者有些蟑螂 可能你回到家 有几个人在那些 你一打其中一只 其他那些 你还没打完之后 或还没打得及 他们就走完 然后就放在那些栏 然后就不见了 很快就不见了 最终盧正廷就是这样被捕了 另外刚才提到一个道美仪 一个范子雪 就不认在 接下来怎么去审 会不会督灰三个齐上齐落 为什么呢 一个范子雪 就23岁 恒大的三年级生 道美仪 23岁 就是二年级生 刚才提到的盧正廷 就是21岁 恒大的一年级生 可能三个在校园里面 说起这些破晓行动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又这么近 大佬山那边隧道口 可不可以一起过去 起码可以多睡一会儿 你自己摔了这件事 就遇人无有 说多一点 控方当时的情况是如何 也有更多的形容 警员上前追捕他的时候 看到他戴着黑色帽和口罩 穿着黑色衣服 浅色运动鞋 所以说一追截他的时候 是视线没有离开过他 也曾经表明身份发出警告 但是他没有理会 继续追 所以他就大喊救我 有些类似警察的人 在追我 就是这些说法 当时我们见过的片段 就是他被压倒在地上 警员当时只不过是收拾他 那件类似外套的东西 他就整个PK了 是他们自己失平衡 跌倒了 不关警员什么推撞 你挣扎 因为你想走 你踢警员 警员就要按住你 另外两个不认罪的 他也是穿着黑衣黑褲 亦都在天桥里逃走 只不过走得比较慢 其中那个我叫杜美仪 为什么警员这么容易追着他 以及视线 为什么这么容易找回他 很难离开 就是因为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些人染的髮型很奇怪 是尾尾那一节有色 就是等于这样 你平时的头是黑色 黑头发 或者是深黑色头发 特意把髮尾染了另一颗颜色 我见过有些人染蓝色 有些人特意染白色 只是尾尾那一匙染 我想大概五六寸 这个杜美仪就是这样 他还很撤位 染绿色 每个人都能看到你 你扎麻味 有些颜色是绿色的 你头又戴了黑毛 尾尾就在晨光下 绿灯灯灯 每个人都能认得到你 你还不能走 他现在不认就是他的事 提到另一个 那个范子雪 警员截停他 叫他出示身份证 他说我跑一下跑一下 那时候掉了 不知道 我怀疑他是自己扔走他 后来 另一个警员神推鬼拥 就撿到他的卡套 里面有个身份证 有时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你不要胡说 现在这件事 他们想起来 都挺愚蠢的 都接近四年 你们搞破晓行动 搞到这么多区都乱乱 有这样那样 黎明行动 那些麻烦 其实全部都是听到网上号召 那些人叫你出来冲 叫你出来送头 你又真是出来送 还在给一些冷气军司点你 跟你说 各有各做 每个人负责不同纲位 你就负责去前线冲 我就负责在网上呼吁 出帖 组织如何搞这些活动 做图 然后你们就出来 明明被人说你们是冷气军司 另一层就吃他们人血饭头 即是说有警员警报 向这些小孩 扣回想当年 他们就很小 所以你说是挺愚蠢的 你说早上起床读书 平时叫你读书 又不努力 父母喊到喉咙痛 你都不用心读 但反而网上一些呼吁 你就冲了出去做暴徒 你对不对得住自己的父母 还有不认罪那两个 我想真的会坐得相当重 因为他们的暴力程度很严重 差点收费庭的职员都变成烧猪 当然一打开的时候 或者他们来到的时候 打开了第一个或第二个 就已经醒水了 很多人都走了 但是你想想会不会走慢一点 甚至乎有些职员不小心走出马路 又没有看清楚车的话 那就搞到很大件事 可能被车撞到不得了 还有他们大概影响到的时间 就接近30分钟 所以警员真的算是很快手 不过你说有些收费庭 BBQ烘烈了一些 当时不知道是否要转去 仍然能够做到收费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就可能会有些塞车 这就是一件事 这些人真的相当之傻 四年过去 什么民主自由 还是怎样 很爱香港 齐上齐落的人 要么就不理很多 回大陆玩 要么就去了移民 理你 哪里有人理你 什么宴子行动 又是什么 世业庸 还帮你们这些 坐牢 搞些什么 籌款 或者什么 这样那样 帮下你们 蹲牢才理你们 死得 用下脑想东西 不要说 人家为什么说你们是蟑螂 那些行动 真是很像蟑螂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